耶路撒冷大会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 下凡哥哥很开心 我们又可以在空中见面了 小朋友 这几次我们已经看到保罗和巴拿巴 终于完成了第一趟的宣教旅程 这趟旅程不只是步行和搭船的辛苦 还碰上好几次 他们自己犹太同胞对他们的压迫 更糟糕的保罗还差点被打死呢 但上帝没有让他们失望 尽管在这样多的挫折之下 还有好些人就这样认识了耶稣 坚持相信耶稣 让他们后来回头经过那些 他们曾经被赶走的地方的时候 看到已经有一群人开始聚集聚会了 保罗和巴拿巴安慰教导了他们之后 这才回到他们远处出发的安提亚教会 把这趟旅程的经历和上帝美好工作 分享给他们 保罗和巴拿巴的工作完成了吗 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 等音乐过后 夏凡哥哥再继续说给你听哦 当保罗和巴拿巴回到安提亚 就住了下来 花了一些时间跟当地还有各地来到的信徒 分享他们所看见的作为 也鼓励他们能够接纳各地不同民族的一些信徒 过了一段时间 有一些从犹太来到安提亚的信徒 不知道怎么开始的 他们教导这些非犹太族的信徒 要他们一定要遵照摩西的法律 还要接受他们传统的割礼 才能真正的得救 这些犹太信徒 他们不是不信耶稣 只是他们以为信耶稣 还得先成为犹太人 而且是坚持那些旧约当中一切的规定 却忘记了耶稣已经告诉他们 这些传统都只是为了表达 真正信靠上帝的心意 而不是这些仪式本身 可以让人得救 所以他们就为了坚持这些文字的教导 就到处告诉那些其他的基督徒 要去行他们传统的割礼 才能够具备得救的资格 这样的说法 当然让保罗他们听了十分震惊 因为会让这些外族的信徒 还以为要靠着某些仪式 才能够得救 而不是靠耶稣他的拯救 来救了他们呢 为了这个问题 保罗和巴拿巴就跑去找这些人 当面为这些事情激烈地争辩起来 最后知道这一时实在很难说得清楚 必须要其他的使徒们的意见 来帮他们一起澄清 因此他们决定派保罗 巴拿巴 还有当地教会的几个人 去到耶路撒冷 亲自向使徒 还有耶路撒冷的长老们 一起来请教该怎么看待这些事情 于是教会特地为他们送行 就连在他们的旅程当中 在经过菲尼基和撒玛利亚的时候 他们也继续地向经过的教会群体们 报告他们在之前那趟旅程里面 所看到这些非犹太族人归信上帝的事 这好多的见证 让这些信徒们听到了都非常欣慰 也为他们开心 可见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信徒 都认为应该要成为犹太人 才有得救的资格 毕竟上帝是全人类 也是全世界的上帝呢 他们这趟回到耶路撒冷的旅程 耶路让更多的犹太信徒 和外族人的教会得到好多的鼓励 好不容易终于到了耶路撒冷 当地的教会 使徒还有长老们 都已经准备好要接待他们了 他们沿路的分享 这时候有好些事情已经传进了这里 这些领袖们就特别邀请他们 要向大家说明上帝借着他们 所做的这好多的事情 现场是越听越兴奋 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坚持律法规定的 法利塞派的信徒也在当中 他们听了听 有人就站起来抗议说 尽管如此 我们认为外族人 还是一定要接受我们的割礼 当然更要遵守 摩西的法律来过生活 使徒和长老们看出这份顽固的坚持 于是就邀请他们 干脆开会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 当然这场争论 可不是一时三刻可以说清楚的 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 讨论有关圣经 耶稣教导之间的关系 好为这个难解的问题找到答案 经过长时间的辩论 最后使徒彼得站了起来 对众人说 各位主内的好朋友 我想你们都知道 上帝早已从你们当中选招了我 也让我要把这得救的福音 好消息传给外族人 好让他们听见而相信 那位动态人心的上帝 把圣灵赐给了外族人 好像赐给我们一样 来表明他也接纳这些外族人 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彼得以他自己的经验 告诉在场的众人 上帝亲自证明 他已经接纳所有的人 只要靠着上帝的信心 就能够得救了 所以他提醒这一些坚持律法的 犹太信徒们说 既然这样 你们现在为什么要试探上帝 把我们祖先和我们自己 所挑不起的担子 放在外族门徒的肩膀上呢 这是不对的 我们相信 我们得救是借着主耶稣的恩典 是跟他们一样的 讲到这里 我想小朋友一定会想到 彼得在约帕看到 那个好多不洁净动物的异象 还有罗马军官 格尼流被上帝拣选 圣灵领导的经验吧 因此当彼得说完他的看法 大家就安静下来 让巴拿巴和保罗 继续报告上帝 借着他们在外族人当中 所做的一切神迹奇事 当他们终于讲完这一切奇妙的经历之后 有个人站了起来 他是耶稣的兄弟雅各 原本是不相信耶稣是上帝的拯救者的 他在耶稣复活之后 就成为了耶稣的门徒 并且这些年 他因着热心 也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之一 他站起来就说 各位主内的朋友们 请听啊 刚才西门彼得也已经说明了 上帝是如何的眷顾外族人 从他们当中 选招人来归属于上帝 其实这也与先知所说的话是完全相符合的 圣经里面也这样记载 说主说他死后要回来 除了重新建立这些大卫和以色列的后裔 还要招选外族人来归向上帝 让他们来寻求主 并且说这是上帝所指示的 雅各就此来提醒大家 他想了一想 又给大家做了一个结论 雅各说 所以照我的看法 我们不应该为难那些归向上帝的外族人 但是为了让许多每周都要 诵读旧约律法的犹太人的缘故 请外族的信徒不要去参与那些祭拜偶像的宴席 也不要去吃那些归给偶像或不洁净的食物 当然不要犯淫乱的行为 还有不要吃那些被乐死的牲畜 还有他的血就好了 耶稣的兄弟雅各这时候提出来的要求 更可以说是让外族人和犹太信徒 可以互相接纳的方式 毕竟这些犹太的信徒 自小就熟读这些律法 如果外族信徒可以在这几方面有适度的谨守 也让这些犹太信徒比较自在一些 但至少这里很明确地告诉所有的人 旧约的律法不是用来限制外族人得救的 只有耶稣的救恩才能真正使人得救 原来不是信靠耶稣的救恩就好了吗? 这件事情原来是经过这么激烈又长途的辩论 才让我们迷清了 这真的是提醒我们 救恩真的确实只靠信心 但是一点都不容易也不廉价 所以才有人觉得应该要有一些条件才好 其实真正的信心 才能让人经历这些救恩对生命的好处哦 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就先说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继续说给你听哦 下方哥哥在这里邀请你 可以到救恩之声的网站 在儿童圣经故事的留言板上 留下您的感想或疑问哦 我们儿童圣经故事与您 下次空中再见了 拜拜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 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 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 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 儿童圣经故事了 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耶稣是爱笑还想爱我我我我 耶稣是爱笑还想爱我我我 爱笑还想我在他心上做 耶稣是爱笑还想爱我我我我 耶稣是爱笑还想爱你你你你 耶稣是爱笑还想爱你你你 爱笑还想你完全追究你 耶稣是爱笑还想爱你你你 耶稣是爱笑还想爱我我你你我 爱上爱上我你好 最欢喜笑着 你是谁爱上 爱上爱我 你好